大家好 前段时间 前两天做的那个辣酱 一下酱下饭菜 又干完了 今天 准备做两锅 然后未来的天气 要加温了 加温要下雨要下雪了 今天抓住今天的天气还好 多做一锅 不会哭吗 这鱼竿挺好吃的 我试一个 还真不会哭 五斤装一个 晒盆 不然搞混 真的是 怎么不会苦啊 越吃越好吃 啊 啊 为了塞这个鱼虾 看这个车轮胎 挂在上面 你喜欢洗蝎 洗这碗就加给我娘了 生姜大蒜 大蒜 大蒜 还好剥好的 开始做了哦 今天的任务有点大了两锅哎 呃 没地干水分 是不敢下锅 这不知道要做到什么时候去 老规矩 生姜大蒜先碎好 油再加温 我怕的就是炸锅 因为这个大蒜有水分 老规矩 生姜 不会炸了 应该不会炸了 先试看一下 不会 小酱 尝一下哈 虽然说控制的量 锅都得尝啊 可以 出锅 大家好 昨天我们不是做了两锅酱吗 明天下雨细雨绵绵了 这个罐子酱不干 买了一个小冬柜 比较方便 别断掉了 还挺快的 有点创工 装罐了 装罐好保存一点 想吃一瓶拿一瓶 我负责干苦力 妻妇干负责干腰力 她要功比较好 想功就功 一盘装好了 剩下的比较浪费 看个面 快点 我也要吃一点 我也要吃一点 你也吃啊 肚子咕咕叫 不要浪费 我感觉都在口四个流出来了 你也吃啊 吃一口 咬啊有个蛋啊 一口 五 啊 哎呀呀 好